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父亲是我 你这孩子 一整天跑到哪儿去了 不用做生意了 有件比生意更重要的事情 更重要 荒谬 说来听听 若梦 若梦找到了 什么 你再说一遍 父亲 是真的 若梦找到了 你确定 确定无疑 父亲 我今天就把他带回家 或许是任何人 书梦 你不担心 觉得和你不担心 你不担心 那是厨房的 是厨房的 坎兰 你不担心 那麦她是厨房子 没人 我担心 我们坐在哪儿 先坐吧 坐吧 为什么不说话 为什么一直不敢看我的眼睛 我 父亲 若梦第一次回家 我没有问你 我是问他 这一切 对我来说太突然了 就跟做梦一样 突然就告诉我 有了家 有了亲人 我怕幸福来得太突然 我还没有做好准备 真是能说会道啊 零压力值 你不让我看清楚你 我总知道 你跟安妮有多相似呢 没眼确实很像 但是也不能说明什么呀 在这个世上 相貌相似的人很多 礼带桃江的赝品 也不少见 父亲 您这是 若梦 快把你的项链给父亲看看 这条项链这么多年一直在你身边 从小到大 我都带着他 你不会骗我吧 父亲 对不起 若梦 若梦 等等 你记不记忆 让我看看你的耳朵 能把这个耳环 摘下来吗 双梦 很可怕 若梦 真是你 你终于回来了孩子 你等他 你等他 你看看 你看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们坐下聊 好 走 走 来 爸爸 前不久 我的养父刚刚过世 哥哥也因为一些原因 离我而去 我以为 我这辈子都没有亲人了 但是我没有想到 老天爷能够把您 还有哥哥 重新送回到我面前 爸爸 你放心 后半生 我一定好好孝顺你 好 好 懂事 拐角 孝顺 完全是我梦中见到的落寞 我现在 终于有脸 面对你九泉之下的妈 九泉之下 我妈妈怎么了 若萌 把您妈妈 过世了 我来看您了 我来看您了 安妮妈妈 若萌回来了 您放心吧 从今以后 我会尽到一个哥哥的责任 好好保护若萌 不再让她受到一点伤害 爸爸 妈妈为什么这么早离开我们 以前的事情你记不起来 反而对你是一件好事 对你是一种保护 可能你妈妈的在天之灵 在保佑你 希望你能够无忧无虑 做一个幸福快乐的人 我们走吧 起飞 别撤 是 少爷 若萌 爸爸年纪也大了 不如你搬回来住 还被爸爸拔 爸爸 我现在暂时还不能搬回家 为什么 因为我现在工作比较多 工作时间也不固定 如果搬回家的话 会影响到家人 倒不如一个人自在一些 这样子也好 季开 从今天开始 你多派一些保镖 保护你妹妹 必须要保证她的安全 您放心吧 爸爸 不用了 我现在 有可以保护我的人 而且我 从小自由自在地逛了 如果您多派些保镖的话 反倒是拘束了 这样吧 我向您保证 只要我一有时间 就多回家陪陪您 好不好 那 你答应的 必须要常回家 要不然呢 到时候爸爸亲自去抓你回来 知道了 好 我们走吧 罗伯生 你干吗呢 我 娇花呢 娇花怎么能这么 娇花怎么能这么娇呢 要充满感情的去抓 对吧 准备搬回去住了吧 没有啊 没有 那 林大哥没提上你搬回去住吗 提了 我没有答应 你为什么不答应啊 你们这亲人好不容易团聚 你跟亲人住一块多好啊 因为 在这儿也有我的亲人啊 你是为我留下来的 不然 还有别人吗 罗伯生 我们之前呢 说好了要相遇为命的 我怎么可能抛下你不管 之前我是天鹰的时候 你是东江鼎鼎有名的大人物 现在我是林若梦 但是你却为了我失去了一切 说好了一块同甘共苦的 我怎么可能抛下你不管呢 罗伯生先生 林若梦小姐的庆祝回归典礼 诚振地邀请你参加 因为他能够找到亲人 多亏了你 所以他非常希望 能够跟你一起分享这一刻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但是我 我就不要去了吧 为什么 洪林两家的关系 你也知道 我怕我去了之后惹你爸不高兴 到时候 影响你们家人的 不会的 这次我要跟爸爸好好介绍 如果不是因为你的话 我也不可能找到亲人的 那你倒是都不在场 我要跟谁 分享这个幸福的时刻 你就放心吧 虽然我人没在现场 但是 我的心跟你在一起 可是这样 不会委屈你吗 委屈什么呀 有什么可委屈的呀 你好不容易找到你的亲人 我不想让任何事情 破坏你们的团决 我跟他说 我不是想让你把团决 我不是想让你 我把团决决定 你不会有这个团决 我不是想让你 我怎么回答 若梦已经靠自己的努力 成为一颗闪耀永台的新星 若梦的回归 让我和父亲十分感动 也欢迎东江各界名流 跟我们一起见证这美好的时刻 好 好 好 万万没想到她竟然是你妹妹 是啊 我也没有想到 之前还有一些不愉快 那件事我有做得不对的地方 以后咱们还得多多合作 来 接下来杀青以后我想会休息一下 那这样我去看看若梦 好 您好 不好意思 今天到此为止吧 好 谢谢 谢谢 黄先生 林老板 林老板 恭喜 你好 你好 谢谢 谢谢 黄先生 好 请坐 请坐 黄先生啊 我的女儿一直受到你的赏识跟提醒 林某非常感激啊 应该的 说到底 还是若梦自己有出息 你太谦虚了 千里马虽然常有 而不乐 不常有嘛 说实话 其实我一开始是 怂恿若梦离开你们花旗营业 回到我们临时的 但是呢 若梦为了要报 执女之恩 他情愿继续留在花旗 也不回来 我这个 当父亲的听了以后啊 心里呢 是既感到失落 又十分的欣慰 一个明星 一个演员 作品好 人品好 看来我没有看错人 是是是 黄先生 既然我们之间呢 有若梦这道天然的桥梁 我想 我们未来的合作 应该要更加的密切才是 你说呢 当然 荣幸之心 来 林老板 好的好的 祝我们以后合作愉快 若梦 加油 好 爸爸 我先过去 哥哥 重新认识一下吧 若梦姐 你好 星云 其实小时候我们经常在一起玩 不过那个时候你们还小 好 应该都不记得了 好久不见了 今天穿得很漂亮 谢谢若梦姐 雷大哥 星成 难道我们雪莲两家 兄妹再一次团聚 我觉得 我们应该庆祝一下 好 我做了 梁大哥 我有一些事 想和若梦单独聊聊 圆圆 我们去吃点东西 若梦 恭喜你 重新回到林家 没想到我们从小就是玩伴 真是缘分 是啊 我也没想到 跟罗夫生这么有缘 那又怎么样 现在林伯伯 甚至不愿意看到他 出现在这里 如果我爸爸知道 正是因为你的阻拦 罗夫生才拼了命 拿回证明我身份的项链 你说 这个宴会上 谁才是最好的 最受欢迎的人 罗孟 你也太看得起他了 罗孟 过来一起合影吧 罗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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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休息的时候又不吃不喝 再这样下去 我怕小姐是要熬不住的呀 天鹰居然是凌若梦 难怪不管是罗福生还是许行车 他们都这样不由自主地对他好 从小他们就这样 就连唯一真心实意对我好的林大哥 从今往后也是凌若梦的哥哥 红蓝 红蓝 原来你从一开始就输了 小心 我都说了我没有了 爸 吃饭 来 不吃饭怎么能行呢 人是铁 饭是钢 想想这么多年 爸也没给谁送过饭 也就是你 宝贝女儿 我没胃口 你以为我就有胃口啊 咱们红家的人 就算再没有胃口 也不能没有请起身 看着你 像什么样子 这个林若梦回归了 让林家 再一次成为全东江的焦点 林氏电影 如虎添翼了 爸爸 爸爸知道 你从小就要强 不愿意当第二 这一次 就算是为了打败林若梦 你也必须尽快和许家接触 争取尽快和星辰完婚哪 蓝蓝 蓝蓝 你这是怎么了 你看 爸爸越劝你越难受 来 来 来来来 你一哭就像经理小时候了 爸爸也不太会劝人 你要是想哭 就 就哭出来吧 心里痛快些 有什么委屈 跟爸爸说 我不委屈 我一点都不委屈 作为若梦回归的第一部作品 我们临时出资百分之八十 并且会全力配合拍摄和制作 好 能够跟林氏有这么深度的合作 对我们华庆爷爷来讲 也是万分的荣幸 对了 导演 你二号你有什么合适的人选吗 洪蓝大小姐啊 她跟这个角色的契合度啊 可是非常地高啊 洪蓝 请坐 护人 我可以让你再两个人过来 我让你再去判断的女主角 我就知道 老口 你还能够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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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还能够在那里 你还能够在那里 我还能够在那里 你还能够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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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打败 理解 但是下一部电影同样重要 并且 我也不希望她分心 其实 我已经跟你的父亲沟通过了 这个项目 是林氏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 林氏会拿出自己所有的资源 来把这个项目做好 而红岚小姐 作为林氏的签约艺人 也应参与到 这个电影的创作当中去 并且 林氏后面的项目 我们也会参投 所以红岚小姐的时间 绝对不是问题 支持和配合并不代表 林大哥 我演 并且会全力以赴的 大爷 期待与您合作 非常期待 好 那就谢谢红岚小姐了 我们先走了 告辞 林大哥 我不想你太为难 我知道这部电影 就连公司从来不购文业务的 林叔叔都知道了 所以它非常地重要 你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做 林大哥 一直以来 都是你在兑现对我的承诺 我也希望我能回报你一次 我不希望你委屈自己 在我的电影里 你是永远的女主角 无论在电影里还是生活中 我永远都是女主角 对 所以 不要对我期望太高 省得到时候让你失望 因为我没有对很多事情做过妥协 所以我不知道 我能不能适应这个位置 能不能 胜任这个角色吧 委屈你了 宁state Miller 先走完 嗯 我 嗯 嗯 GTA 来 来 这块 这场戏大概的人物感觉 就是身份地位 一只很卑微的女一号 终于在女二号面前 扬眉吐气了一把 你们想想 他们各自的人物反应 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我的工作方式是 把剧本扔掉 不用看太子 我就想看你们俩即兴了 好吧 找找这种感觉 快点 快点 三 二 一 开始 没有想到吧 我也会这么扬眉吐气地 站在你面前 我确实没想到 但我一点都不惊讶 为什么 因为跟你一较高下 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了 从前的我和现在的 我是判若两人 我输给的不是你 是我自己的命运 你是输了 但你一句输了 并不能了结我们的恩怨 我要你 把我的陆渊还给我 把我的爱情还给我 但是你还不起 我就让你背负这罪恶 度过于什么 我要的就是这种感觉 给了我很多灵感 这样啊 演员马上准备好 我们开拍了 你为什么不打我 因为没有必要 你是在可怜我吗 我没有这个意思 你是在变相惩罚我 我告诉你 收起你的怜悯心 不管你是凌若梦 还是段天鹰 都轮不到你来 可怜我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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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蓝 蓝蓝 蓝蓝 怎么多了 别看了 把你那边跳好 蓝蓝蓝 委屈你了 若梦她 她只是在表达戏里的情绪 你别多想 我知道 可现实生活中呢 林大哥 我的性格你是知道的 硬碰硬我是不会怕的 可是我偏偏碰到一个软棉花 她明里暗里都告诉我 曾经对她有愧 我既没有理由生气 也没有理由反驳 因为我从一开始就输了 你让我怎么应回来 没有胜算的比赛我退出 蓝蓝 这不是一场比赛 没有人在争输赢 林大哥 就算我们不争输赢 这个环境不争输赢吗 这部电影要比其他电影卖座 我们要比谁的影迷粉丝数量多 你们林家 比我们洪家势力要大 不争输赢的人不是不想争 是因为他们连走进角斗场的资格都没有 对不起啊 林大哥 我们解决吧 兰兰 兰兰 samo了 老大 他要去哪儿 你们都出去吧 是 谁能想得到 在这坚衣最深处的死楼 竟藏着我许瑞安的爱妻 谁能想得到 你又做什么亏心事了 我没做亏心事 就不能来看看 我这得了精神病的夫人吗 你哪一次来看我 不是为了向我发泄 你所犯下的罪孽 可惜 许瑞安 我不是你的救世主 我救赎不了你 但是你所做的一切 上天都看着 他会惩罚你 会让你上不了天堂 让你下地狱 只可惜呀 疯女人的话 连上帝也不信 既然如此 我也可以跟你多说两句 凌落梦啊 若梦 真想看你呀 你到现在 你给予安妮姐的贼心还不死 感谢上帝 让安妮姐在天堂守护着若 所以若梦才回来了 你的好日子没几天了 你是不是看见若梦 就像看见了安妮姐 你做噩梦了吧 我才不会做噩梦呢 恰恰相反 我觉得我这步棋 走得非常妙 我成功地 挑拨了林家和弘家 这次我们三家聚在一起 真是太开心了 细细数来 我们三哥呀 好像很久没有在一起了 我们弘家想要在东江做大 可真是阻力重重啊 这次的麻烦 要不是秦庚挺身而出 真不是那么好解决的 秦庚 这里是家宴 都是自己人 你不用老跟着我 随便走走 也放松放松了 好 今天东西真不是 大哥 二哥 我跟你们说 这些年经营弘家 真不容易 正宝 恭喜你呀 找到一个得力助手 真是如虎添翼呀 你没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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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不疼啊 来 怎么了 若梦 书贞 我去看一下 好 告诉叔叔 摔哪儿了 腿疼 是不是把腿摔了 来 叔叔给你 若梦 以后摔倒了 就要自己站起来 不要哭 七凯 先带着弟弟妹妹去玩 我去哄哄若梦 好 走吧 来 来 好 罗浮生过来 照顾好弟弟妹妹 谁在受伤了 我拿你十分 爸 你放心吧 我已经是小男子汉了 小男子汉 去吧 你 男子汉 是什么 不容易啊 大哥 你们先聊 我去方便一下 随便随便 好 大哥 这些年经营洪家 爸爸爸爸 你跟我去玩吗 宝贝啊 爸爸跟大大说话的 你先自己玩玩 好吧 爸爸妈妈 你跟我去骑大妈妈 大哥 去吧 我带他玩玩 好好好 去吧去吧 宝贝走 来 好看 好看吗 来 把这个插上 若梦真可爱 小梦乖 去那边玩 秦贝 我们 已经很久没有机会 单独见过面了 秦贝 我已经嫁给道山了 一切都回不去了 说这些 还干什么 可是我心里过不去 我们两个是真心相爱的 洪大哥有恩于你 你不能背起 再选择跟我在一起 这我可以理解 可你为什么要选择 跟林大哥在一起 我天天看见 你跟他在一起 对我来说是一种煎熬 洪大哥看见你们 天天在一起 也是一种煎熬 你为什么要对我们 这么残忍 秦贝对不起 洪大哥和你 我真的没有办法做选择 我不管选择了谁 你们两个都没法 再做兄弟了 所以你就选择林大哥 他对我很好 你爱他吗 爱你 我爱你 我爱你 不管是过了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 我都会一直爱着你 我跟你转 转转转 怎么样 再转一圈 再转一圈 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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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这边 你 你 给 躲下 躲下 跟我走吧 好不好 我们离开这里 清高 我已经是林道山的夫人了 我们真的回不去了 我不管 我 谁 阿姨 离开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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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 阿姨 走开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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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 你醒醒啊 阿姨 阿姨 你醒醒啊 阿姨 阿姨 你这个疯子 你为什么对安静这样做 我没用 我没用 阿姨 大爷 大哥 这是 这是 怎么回事 大哥 大哥 不是 这儿 这儿 发生什么事 你先知肚明 我 如果不是你幕后主使 就算给罗亲哥 一百个担子 他也不敢自作主张杀害安妮 你才是罪魁祸首 我 我真的万万没有想到 你心胸那么瞎着 这么多年下来 你还接受不了 让你嫁给我的事实 你一直耿耿于怀 甚至还不信 把他害死 不是 不是 大哥你说什么的我都没听懂啊 我是什么人你不清楚吗 我今天才知道你到底是什么人 其实我一直纳闷 我们三家人很久没有聚在一起 为什么也突然制造这个机会 让我们聚在一起 原来就是想报复安妮 想报复我们 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你现在当然不承认啊 人都已经死了 死无对证 我们正宝 你听清楚 我向天发誓 从今天开始 我们凌鸿两家 势不两立 这 临刀山 爸爸 爸爸 扶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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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 扶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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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林岛山以为是罗亲耕杀了夏安逸 这林岛山亲手了结了洪正宝的走狗 罗亲耕 我在林家和洪家之间 撕开了一条深深的离痕 让我们许家在东江 稳稳地站住了脚跟 这一切 值了 许瑞安 你以为你离间了洪林两家 你以为你成功了 可是若梦一回来 你道貌安然的真名就要被截开了 我给你一个林若梦的希望 你就拼命地抓住这根稻草 以为可以从这个地牢里爬出去重见天日吗 我告诉你 你做梦 林若梦那么小 他能记得什么 我现在 又是他慈祥的许叔叔而已 你笑什么 你笑什么 我笑你害怕了 你害怕了 许瑞安 你害怕失去你手中的权力 你 你害怕 害怕下地狱 你害怕别人解开你的真面目 你害怕别人看见你组合的内心 你给我变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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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被变嘴 你们不要 你rok 我不让你别嘴 你 RJ 那我让你别嘴 让你别嘴 别嘴 我不让你别嘴 我让你别嘴 别嘴 你早 我讲 你本事 你 merchant 太�명了 爸 爸 我回来了 看看你合成什么样子了 你跟女孩子像话吗 干什么去了 我给你唱首歌吧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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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你 马上就要跟林水解约 退出娱乐界了 还唱什么歌 我跟你说 今天 我专门去了许家 就我为了你的婚事 马上就要结婚了 以后不能这么胡闹 现在许家仕途正望 我们必须要抓紧 姓程这孩子 虽说轴了点 其实人还是挺好的 一表人才 你俩在一块儿 多合适 够了 你这是在作戒我 也是在作戒你自己 你怎么了 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红镇宝女儿红蓝我 你问我什么意思啊 你红镇宝女儿红蓝我 如今湿了身 在东京传出去的话 都是个笑话 你知道吗 你不是很在乎你这张脸吗 这张脸有多重要 名声重要 家也重要 你在乎你的名气 你在乎要压倒林氏 你有没有在乎过我 你知不知道是谁害我成这样的 你口中门当户对 一表人才的许星成 你还要将我 嫁到许家去吗 你说话呀 你说话呀 我后来清白都没有 我怎么嫁出去 我告诉你 我这辈子都不会嫁过去的 绝对不会 Colton 今晚会 我 是 刚才 我是 不 我 你 老爷 你要干什么去 我要去找许兴城 您不能去啊 为什么不能去 放开我 您不能去 老爷 您要去 我自然是拦不住的 可有些话 我必须要讲 毕竟咱们洪家和许家 已经定了亲 而且现在兰兰和许兴城 已经生命煮成了熟饭 您不能光想着 为兰兰去报仇 也得为大局去着想啊 咱们洪家 现在比任何时候 都需要许家的势力啊 您就算 不为洪家着想 可也得为兰兰的名誉着想吧 她毕竟是一个女孩子家 你要是把这件事情 闹得满城风雨 那她以后怎么办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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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转 劉浮尚 你别得意太早 天鹰成了灵弱王之后 就算我得不到他 也更加没有机会得到他 虽然我很不喜欢我爸爸的阴谋 但他的阴谋 却给了我继续拆散你们的机会 这些照片 就是我的子弹 今天爸爸叫你回来 就是让你看看这个的 这些都是谁偷拍的 不知道 也许是记者吧 目的就是要钱 也许就是一些 别有用心的人 所以我们现在啊 要重视这个问题了 你为什么一直没有告诉过我 你和罗夫生在一起啊 爸爸 我之前跟您说过的 他就是一直保护我的人 你这个混蛋哥哥 我让他呢 好好打点你的生活 保护好你 他竟然放任你和罗夫生 走得这么紧 我就知道 在罗家弘家的事情上 不应该放任他互来 爸爸 哥哥没有做错什么 而且罗夫生对我很好 您相信我 只要他姓罗 再好也不能接近我的女儿 爸爸 您一向都很通情达理的 怎么就因为他偏偏姓罗 我就不能跟他在一起 难道全天下姓罗的人 我都不能接触啊 因为他是罗亲庚的儿子 可是罗亲庚 不是已经去世了吗 他现在是个孤儿 您是知道的呀 若萌 你乖 你听爸爸的话 搬回来住 你不要再做一些 伤害你妈妈的事情了 伤害我母亲 这又跟我妈妈有什么关系啊 你妈妈 就是死在罗亲庚的墙下 不可能 爸爸 你骗我 爸爸没有骗你 这个故事呢很差 等你搬回来住以后 爸爸才慢慢告诉你 我不搬 我要听罗夫生亲口告诉我 你 你 莫母 你也认为会 你不愿意 他也认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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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认为你 这件事 他也认为你 你也认为你 不愿意 惨你 你问的这个问题 我现在没办法回答你 我去问问义父 我去问他 到底是不是我父亲杀了你母亲 我一定会给你个答案的 父生 你别去问了 我不想知道答案了 我们把这件事情都忘了好不好 不行 如果不知道答案的话 我们永远会心神不宁的 你在这儿等我 你走吧 义父 你走 你走 义父 éch 装 还 поз assist神 throat 她 是 她 可是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林道山 是杀害你父亲的凶手 不可能 你 不是 义父 你不是从小就告诉我 说我父亲是因为江湖寻仇 所以 所以他才被 被 被杀的吗 父生啊 我现在告诉你的 才是真相 你也长大了 有权力知道 你父亲 是我最好的兄弟 我最信任的人 那时候你还小 应该不记得了 如果不是当年 你在我身后喊了一声 随即倒下 我当年就替你把仇报了 父生啊 这可是杀父之仇啊 愿离林若梦 愿离林家 切记啊 父生 怎么样了 真相是什么 是 义父说 说他也不清楚 他也不清楚 反正 在这件事情还没有定论之前 我们先不要胡思乱想了 好 没有定论 就说明 就说明他们当年 肯定存在天大的误会 我也相信 你父亲肯定不是杀害我妈妈的凶手 小姐 你回来了 阮梦 你回来了 爸爸 罗伏生没有对你怎么样吧 你听爸爸说好吗 爸爸 我知道你想跟我说什么 但是我现在 我想先静一静 也好 爸爸也知道 一时之间 你肯定很难接受这个事 我先回房休息了 嗯 喂 罗伏生 好 我正有此意 我们的前尘救援 也该有个了结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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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直说吧 我父亲卢秦庚 是不是你杀的 看来你已经见过洪正宝了 好 名人不做暗示 你爹的确是我杀的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当年是你爹先杀害的我妻子 我只不过是为了报仇 你说的这些 是你亲眼看到的吗 当年我听到枪声 马上赶到现场 我看到你爹已经拿着枪了 我的妻子 当时倒在血泊当中 不是你爹杀的 是谁杀的 也就是说 你没有亲眼看见 我父亲还将打死下阿姨 我要解释的 都已经全部解释了 相不相信随便你 如果你今天想要报仇的话 可以 顶多是一命第一命 现在倒是你 知道了太多 我不应该知道的事情 也爱上了一个 不应该爱的人 老夫生 我正式警告你 我是绝不会让若梦 跟你在一起的 如果你还是执迷不悟 不愿意放手 你不要怪我这个长辈 对你这个万类不客气 该知道的事情 我有权知道 该爱的女人 我也绝不会退让 不过你放心 在这件事情 没有完全弄清楚之前 我不会来杀你的 你已经全部听到了 爸爸 我求求你了 放过罗夫生吧 孩子 现在不是我不放过他 是他来找我报仇 爸爸 若梦 你要记住 爸做的所有事情 都是为了你好 如果你真的不想我伤害他 如果你真的不想我伤害他 你就发誓 从今天开始跟他断了 不可以再跟他有任何的来往 否则 不是他死 就是我亡 爸爸 如果你不想我 我就是你 你不想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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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不想我 好 我 你不想我 你不想我 我 我 怎么了 我后悔了 从我开始调查父母的恩怨 那一刻开始我就后悔了 不管结果和真相如何 一定会伤害我们一个 而另一个人会更加痛苦 福生 我想我们之间好好的 我们不要再离那些恩怨了 这件事情就此打住 好不好 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 我不想因为任何理由 让我们俩分开 你答应我吧 好不好 好 好 我答应你 如果你真的不想我上海了 你就发誓 从今天开始跟他断 不可以再跟他有任何的来往 否则 不是他死 就是我 如果什么都不记得了 是不是就说明上天 想给你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呢 不许可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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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不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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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能克服这一切了 福生 我们一定可以一起度过这个难关的 徐探长 把门打开 许局长交代过 除了他本人 就只有我能给这间牢房的犯人送水送饭 其他任何人都不能接触这个犯人 我说了 把门打开 徐探长 您别为难我们下面的人 如果让局长知道 他会要我脑袋的 你以为我就不会要你脑袋了吗 这件事 你知 我知 你们不说 局长怎么会知道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让你们家只剩孤儿刮目 是 是 是 马上开 关 妈妈 妈妈 您不认识我了吗 我是你儿子吗 我是你儿子心诚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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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心诚 你不记得了 从小我和心元室在一起 你还笑我一个男孩子 怎么会那么胆小 我的心诚 我 我 我的心诚 对呀 对呀 对 妈妈 是我 我是你儿子心诚 我的心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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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 你长这么大了 妈妈 爸爸他说你死了 没想到 他这样折磨你 万一跪在这个地方 我很想你 我会救你出去的 妈妈你做梦都在想你 妈妈没想到这辈子 还能再见到你 天哪 你们的心缘呢 妈妈也想他 妈妈做梦都想见你们 心缘他很好 他长大了 他现在很可爱 他特别爱花花 我们都很想你 妈妈也好想你们了 妈妈 妈妈 妈妈这辈子 能见到你们就知错了 妈妈 妈妈 妈妈你听我说 我要七手 将许瑞安的真面目揭穿 给你报仇 救你出去 妈妈你答应我 你等我 妈妈答应 妈妈 妈妈一定等着你 好儿子 我的心诚 我的心诚 我的儿子 老朗 你 不认真 Dios 你 你的心诚 你 你 两位慢用啊 罗罗 谢谢 来 吃 这碗挺多的啊 谁这是啊 赶到侯爷的路 这不是罗夫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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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着 没事 跟你侯爷喝两杯去啊 我没空 别着急 我知道 你心里面有苦 一个堂堂哄老爷的义子 为了一个唱戏的女人 被赶出红家 你看 现在这个女人哪 人家飞上枝头 当凤凰了吧 够惨哪 罗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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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人啊 要你命的人 干他 真没想到啊 这东江 还有比我更想要罗夫生命的人 有点意思 有点意思 你不是应该跑了吧 我要是跑了 你这小朋友就没了 你还怎么看着我 你当着洪家老大呀 你 哥 快 快 哥 追 追 弘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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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乎上 保护老爷 守护洪家 何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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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是 是若梦小姐让我来的 若梦小姐 骆成 这么急找我什么事 今天晚上 有人要杀你大哥 杀我大哥 谁吃的血腥爆死他 我现在只能告诉你这么多 骆成 我拜托你 一定要保护好他 好 你放心 有我在 我看谁敢动他搬给韩茂 夜会间里在哪儿 在美胖美 喝酒伤身 我知道你是到这儿来喘口气的 还是喝点茶吧 明前龙井 你喜欢的 还是你懂我 最近家里还好吗 医夫 医夫 若梦 你怎么来了 狐狸死了 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刚在街上 碰到喝醉的狐狸 结果我们遇到了夫妻 跟敌人缠斗的时候 他们敌人杀死了 幸好罗生带着兄弟们急事赶到 我本来想追的 但是我担心那些人 会对您不利 所以我就赶过来了 福生 你也受伤了 伤得重吗 我没事 对我的人下手 还是针对你们两个 这分别就是 出着我们胡家嘛 这东江 我看真的是要变天了 我明天一早 就去警察局 我要让徐瑞安 给我一个交代 你们这儿 我来 你叫我 犀行 行 还真是 你 如果 永不如有 从不说 你怎么还敢 大家 都没有 发生 是 义父 我现在 福生 义父让你留下 你就留下吧 谢义父 侯丽死了 罗佛生受伤了 好 我知道了 现在林家势力如日如天 洪家却履历遭受重创 洪正宝已经不足为据 如果林若梦什么都不记得了 那让新城娶了他 岂不比娶了洪兰更对我有力 安妮今生没有得到你 如果我的儿子得到了你的女儿 是不是能够当作是你对我感情的弥补 若梦和你长得几乎一模一样 看着他就像看到了当年的你一样 洪丽死了 罗佛生受伤 究竟是谁在跟洪家过不去 是新龙馆还是其他势力 父亲在家里 都能那么迅速地得知外面的消息 凶手是谁 想必有人帮你查明了 还用来问我吗 你现在要注意你的身份 我是你的上司 尽快调查清楚向我汇报 是 没什么别的事 我先去休息了 等一下 你对那个林若梦 是不是还一枉情深呢 你想干什么 你紧张什么呀 她现在已经是林家的大小姐了 我能办得怎么样 我只不过在想啊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是选红蓝哪 我能办得怎么样 还是选林过梦 果然是许局长 对东江未来的局面 看得那么清晰 现在洪家示威 你就让我放弃洪蓝 跟如日中天的林道煽情上加情 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现在洪家示威 你就让我放弃洪蓝 跟如日中天的林道煽情上加情 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你真不愧是我许瑞安的儿子 这种洁大欢喜 大家都想要的事情 我何乐而不为呢 我想你该做什么选择 你很清楚了 我自己的事 我会看着吧 就不用劳烦父亲大任您 来 洪兄 喝杯茶 压压惊 我昨天夜里就通知下去了 让他们联谊彻查 一定要把凶手给我揪出来 在东江的地盘上 给洪家找麻烦 那就是和我许瑞安过不去 你放心 我一定会跟你一个说法 希望你能说到做到 我洪家不是不能查 也不是不敢杀 我相信你 徐兄 咱们毕竟 是要成为亲家的一家人 相信你不会偏袒外人 洪兄 咱们这么多年的交情 我怎么可能偏袒外人 你多心了 不过说到一家人的事啊 我想我们跟两个孩子 安排婚约也有一段时间了 本来想让他们培养培养感情 慢慢地水到渠成 但是后来我觉得 好像两个孩子不太愿意 大任 我们过去讲父母之命 没说之言 那都得听从 不过现在这些年轻人哪 要婚姻自由 要独立 要解放 我觉得这两个孩子 实在要是不愿意的话 你看 许局长 你的意思是说 要毁婚 这怎么能叫毁婚呢 我觉得我们强逼这孩子结了婚 婚后又不幸福 那不成了我们的罪过了 许局长 担心得有道理 我也一向 都很尊重兰兰的选择 告辞 洪兄不送啊 那事儿问得怎么样了 还没什么结果 怎么会这样 义父 您找我 扶生来了 坐 双姐 我跟扶生有话说 你先去忙吧 好 你们聊 副师傅啊 我今天去了趟警察局 许瑞安明确表示 有毁婚之遗 毁婚 都是因为 这个林若梦的出现 许瑞安 有了许林联姻的想法 如果真的要让他们得逞了 我们洪家 早晚死路一条 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除掉林若梦 这件事儿 你去办吧 你放开 我走道 她可是你杀父仇人的女儿啊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哪 表面上 许瑞安是个笑面虎 左右风云 其实 真正生山里的猛虎 是林道山 她林道山的为人 我最清楚不过 你想想 你已经离开了洪家 为什么还有人 要治女死地呢 虽然我还没有充分的证据 可是林道山她脱不了关系 她就是不想你跟她的女儿在一块 傅生啊 自己喜欢的女人得不到 那倒不如 把她给毁了 我 你是我最信任的人 这件事情我就交给你做 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 事成之后 你就立了大股 将来回洪家 那就是顺理成章的时候 义父 要是做不成 你也告诉我一声 我有别的办法 不过 那就是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 我还觉得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 我还没想到 我会想到 你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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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已经离开了红家 为什么还有人要追杀你 致女死定 他就是不想你 跟他的女儿在一块 附生 自己喜欢的女人得不到 那倒不如 把她给毁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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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好吃吗 妈 你知道吗 那个罗夫生 根本就是我命中的克星 我爱的女人喜欢她 要嫁给我的女人 深爱着她 我许星成到底哪里不如她 为什么他们一个个 都要追着罗夫生跑 如梦跟我说了很绝情的话 她怎么就不明白 我一步步走到今天都是为了谁啊 星成 你知道你爸爸 为什么会一步一步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吗 为什么 因为她贪婪 你爸爸 从来就没有爱过我 她心里 一直给予的女人 是夏安妮 可是夏安妮最后还是没有选择她 如果那个时候 她就收敛自己的月望 安心地陪在你和我身边 其实她心里没有我 我也不会跟她计较 可是 我万万没有想到 她竟然 竟然做出那么可怕的事情 行程 妈妈就想告诉你一件事 千万别像你爸爸那样 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 不惜干上天害理的事情 如果是那样的话 即使你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你也不会幸福的 妈 这世界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不知道罗夫生在外面 对我做了些什么 爸爸让你吃了那么多苦 我一定要救你出去 妈妈不要你救 起码在这里 妈妈还可以偶尔地看到你 你要是为了救妈妈 而去做那些不好的事情 妈妈宁愿一辈子带到这个牢里 不可能 我一定要用自己的方式救你出去 不仅如此 我还会从罗夫生手里 把令若萌抢回来 到时候你 我 妹妹 若萌 我们一家人生活在一起 你是好不好 行程 听妈妈的话 你千万不能再走你爸爸的老路 你还要走你 爸爸他最终都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而我 一定要把令若萌抢回来 行程 行程 看着妈妈 听妈妈说 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像你爸爸那样 千万不要 我一定不会像爸爸那样的 今天时间不早了 我赶紧再来看你 行程 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行程 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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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生哥怎么样了 他高手已经退了 没什么大碍 但是 双家 双家 看 看吧 双家傅生哥这是怎么了呀 看吧 老爷 让傅生去刺杀林若梦 看吧 我爸确然让他去刺杀林若梦 那怎么能行 要不跟我爸说说吧 老爷已经下了命令 扶生就一定要完成 什么事啊 爸 你不是要我 重新来选择自己的新娘吗 看来现在有结果了 是 我选红蓝 红蓝 你小子又在打什么鬼主意啊 红蓝不是您一直看好的儿媳妇吗 这些日子 一直在撮合我们的不是你吗 把他送到我床上的不也是你吗 还问我大什么鬼主意 我只是想通了 我想要顺从您老人家的意愿一次 你现在给我通知一下红蓝 让他们尽快把女儿嫁过来 我一天都不想等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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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虹大哥吗 我是许瑞安 嗯 洪大哥 不好意思啊 这么晚还得打扰你 之前在警察局 不是已经谈得很清楚了吗 不知道许局长此番前来 又为何事啊 我也就不绕弯子了 我来 是想跟你商量一下 星成和洪澜的婚事 星成和洪澜 我没听错吧 你不是说为了孩子们的幸福 我们做父母的 不能强迫他们结婚吗 没错 这话是我说的 但是 现在情况有变呢 现在是星成主动要求的 主动要求 对啊 我想 也许是来了的魅力太大了吧 彻底征服了我们家星成 我怎么觉得 你们家星成 这眼睛里都是林家道小姐呀 洪大哥 年轻人嘛 容易侮辱其族 我们这些做家长的 要及时纠正 其实我一直认为 我们家星成 和你们家兰兰 那才是门当户队 天早地设的一队呀 这样吧 既然你许局长亲自来了 我洪正宝也不好伯你面子 但是话我说在前面 洪澜从小到大 我视为掌上明珠 他到你们许家之后 若是受了半点委屈 我定要给他讨回个公道 洪大哥 你放心 以后我们就是亲家了 再加上你我二人 这么多年的交情 有我许瑞安在 我保证 洪家 洪家永远是东江 第一大家族 伯母 我的新娘 你怎么在这 看来你昨天晚上 真的没有回家 关你什么事 我父亲已经和你父亲商量过了 我们许家 会用最快的速度 娶你进门的 你别做梦了 谁做梦了 现在的形势 我劝你还是别再做无谓的抗争 再说 你已经是我的人了 你还想要嫁给谁啊 里面的罗复生吗 想都别想 你有时间管我 还不如管管你的灵若梦呢 你什么意思 你自己去查 你终于醒了 来 慢点 来 喝点水 慢点啊 少姐 又给你添麻烦了 你啊 你啊 什么事都憋在自己心里 自己难受 你义父让你这么做 也是有他的思量和苦衷 这个弱梦是很好 但是没有他 也不是不能活 我 少姐 嗯 我睡了多久了 昏迷两天两夜了 你慢点儿 你去哪儿啊 义父姐我迟迟没有下手 他一定会有所行动的 不行 我现在就去找天忆 小心点儿 又是一个轻重 你给我听好了 打起精神 密切关注 接受汇报 是 徐探长 那个人是不是复生马 你过来 你过来 是 福生 你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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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你了 你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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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伏生 你在光天化日之下 刺杀林若孟小姐 给我带走 走 走 伏生 徐星成 枪不是罗伏生的 他没有要伤害我 他都要杀你 你还替他说话 走嘞 若孟 我没做错 我是在保护你 徐星成 罗伏生没有要伤害我 徐星成 你凭什么不找我大哥 你放了我大哥 罗长 你来得正好 你回去就告诉洪澜 让他来见我 要不然 让罗伏生 一直在里面蹲着吧 守队 若孟小姐 怎么办 什么 许星成把伏生哥抓走了 还需要看我的诚意 是啊 大小姐 我知道他要干什么 大小姐 大小姐 站住 干什么的 你好 我想见一下罗伏生 不行 这个你拿着 请你行个方便 我 你这是在贿赂警察吗 徐星成 到底要怎么样 你才能放着罗伏生 若孟 我是在保护你 你不接受我的还没关系 可是我再公再私 都有义务保护你的安全吧 要不然 我怎么对得起林大哥 对得起林伯父呢 不要再说些 冠冕堂皇的话了 许星成 不要让我恨你一辈子 既然 不能让你爱我一辈子 那就让你恨我一辈子 至少这样 我能在你心里 留下重要的位置 许星成 任何人不能见罗夫生 是 是 龙孟 皇先生 皇先生 黄先生 你怎么在这儿 这怎么了这是 我 行了 上车再说吧 你找我干什么 你要怎么样才能放了福生哥 你心知肚明 你心知肚明 你非要让我嫁给你才肯放了福生哥吗 我就是要看看罗夫生对你来说有多重要 你是不是愿意为他牺牲一切 你别忘了 罗夫生 罗夫生还在我手里 罗夫生还在我手里 好 我答应嫁给你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你什么时候放我福生哥 别着急 婚礼举行完之后 我自然会忘了他 你就给我好好准备三天之后 做我的心酿 你要吃烟我就杀了你 来 多吃点 来 多吃点 大家都在 我有事宣布 三天之后 我会和红岚举行婚礼 时间是有点仓促 但我相信 以父亲的实力 一定可以举行一场 适合我们许家的婚礼 许行程 你又在搞什么名堂 我没搞什么名堂啊 爸 你是想多了 我这是和红岚 事先商量好的 年轻人嘛 也只是想要 尽快完婚 你不信啊 你大可以打去红家问问 看看是不是也是红岚的意思 爸 您就费心了 还要是 你不信心 我 听说 你不信心 你不是 你不信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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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不能管我在这儿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放你出去 为什么 因为天忆现在随时可能有危险 我必须要在他旁边 他的事不用你操心 我已经派人二十四小时跟着他 他现在 很安全 你找我到这里来干什么 这个问题啊 现在好用问吗 这都是你逼的 红蓝 弱梦 全都喜欢你 我许星成不服 我就是要让你亲眼看到 最在乎的女人一个个地离开你 洪家二当家 怎么样 我就是要让全世界都知道我的权力比你大 我能掌控一切 我想让你怎么样就怎么样 好 许星成你赢了 我现在只能待在这里 我什么都看不了 所以要是要要挂 你冲我一个人来 你要还是个男人的话 你就不要护卫其他人 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没事 你就给我乖乖地待在 这个狗笼里面 等着看好戏吧 我就想静下 暗闹 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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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你有双全世界最明亮的眼睛 虽然他从不曾看到我的心 每个瞬息都让我不能平静 我喜欢你 因为这最简单的原因 你永远听不到我心底的情绪 像烟花爆裂在高高的夜空里 无所畏惧 但其实我没有勇气 说喜欢你 但是我并不曾犹豫 所以翻来覆去的深温刺激 每当夜落下黑 落在我心上最孤单的动影 已没有轮廓的你 哦 没关系 你不会好奇 我有许多秘密 也都只关于你 从清醒到梦境 啊 你像空气般存在如影随形 像胸口伸出快影迹 仿佛我全世界都被你占领 却又都和你没关系 可当你出生在视线里 我只会更坚定 还涌出我眼睛 思绪突然宁静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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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我可以 走心意 我们兰兰 今天可真漂亮 我女儿是东江 最漂亮的新娘 今天就要出嫁了 来 怎么了 爸 爸爸就是觉得你特别漂亮 兰兰 爸爸看到你今天穿成这个样子 我这心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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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洪正宝 这辈子 都没做过后悔的事 今天 我有点后悔了 我后悔让你嫁给许星成 我不想看着你说委屈 兰兰兰 爸爸只有你一个女儿 兰兰 这样 现在来得及 咱会混 不嫁了 我嫁 我一定要嫁到许家去的 如果我不嫁 许家可下不了台 说苦的可不止我和你 还有洪家那些兄弟们呢 爸 你要知道呢 人生是不可以后悔的 但是我们可以转弯啊 何况我还没有嫁过去呢 你怎么知道我一定不幸福呢 很多时候呢 有一些处境是人为的 幸福是不会等你的 兰兰 你能幸福就好 爸爸是真心希望你幸福 你要相信我 我一定会幸福的 而且我一定会好好过的 倒是你呀 我嫁过去之后谁照顾呀 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 你还担心我干啥 我 我这身体硬朗着呢 倒是你 我不放心你 从小到大 我就这么宠着你 你要照顾好自己 你看你看 你 你 你一笑 爸爸就特别开心 你笑 爸爸才知道你过得好 不能哭 不哭 我 不哭 你 你 那